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部《凄惨的爱情催泪短片》《入恋诗》 故事开始,女主小美是一个名家洋女 恶娜的身姿,楚楚动人 男主小帅是一名年轻的入恋诗 原本是两个陌生的年轻人 却在一场春雨之中的遮雨停下,完美邂逅 小帅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年轻莫美的蠢蠢少女 而小美也对这个帅气的小伙子颇有几分意思 小帅故意地将损坏的雨伞留下 而自己则撑进了春雨当中 从此两个人并牵上了不断的缘分 又是春雨绵绵的一天 两个人在遮雨停下再次相遇 小美将补好的雨伞还给了小帅 并羞涩地低下了头 而此时的小帅则一把插住了小美的手 她对于这种情况显得有些慌张 而接下来则是小帅对她的纯纯告白 互有好感的两个人在同一把雨伞的遮盖下 互相依偎着走进漫漫春雨之下 两个人相爱了 当晚小美遇到了一个被人们追打的妖怪 善良的小美帮她指路 还拦住了后面追赶的村民 所以也舍不了被他们暴打一顿 从这时候起 妖怪就决定要永远守护这个善良的女孩 但是当妖怪看到小美已经有人守护时 她选择了默默地离开 小美孤独的人生眼看已经有了光芒 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她的养父却起了色心 想要对小美图谋不轨 小美拼命地挣扎 打伤了丧心冰口的养父 便落荒而逃 在大雪纷飞的寒冬之夜 小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恋人的家中 悲催的是小帅竟然不在家 眼看着后面已经追来了仆人 小美在自由和生命之中 她选择了自由 凌冽的寒风之中 小美和妖怪再次相遇 小美已经奄奄一息 身为没有温度的怪物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美在自己的怀中死去 妖怪在小美的尸体旁 痛苦地嘶吼着 她用层层丝带轻轻地将小美的灵魂融入到自己的体内 这一次她再也不会让小美受到伤害了 天上的雪下得更大了 小帅踩着厚厚的积雪 迟迟归然 可是小美的尸体早已经冰凉 只因为无意地错过 就此让两个人阴阳相隔 话说 小帅身为入恋师早已经看惯了生死 可是不知为何 这一次她显得格外的悲痛 悠悠的烛光下 小帅强忍着悲痛 为已故的恋人认真地描绘容颜 即使小美的容颜再美 也看不到她那蠢蠢的微笑了 满怀悲痛与愤怒的妖怪 未来给小美报仇 将她的养父图满 而至情的小帅不愿意看到美丽的恋人 就此死去 于是她用自己的灵魂与阎王进行交换 即使小美复活 那也只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多年以后 年老的小帅在一个寒冬腊月 与妖怪相遇了 这立马就激起了妖怪的复仇之行 她怒 她怒斥当初小帅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恩人 她恨 她恨自己当初没有能力留下小美的生命 妖怪一跃而起 想要杀了没有完成怒言的小帅 关键时刻 小美从棺木中苏醒 阻挡了妖怪的进攻 一人一妖 惊讶地看着仍旧面目清秀的小美 看到小美能够活过来 妖怪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她再次选择了默默地离开 尽管两个人现在都只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躯体 但她们之间只要还有爱 小美就仍然能够依偎在恋人的怀里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